哈嘍 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囉 上次說到呢 這張儀呢 開始展開他連橫計畫 先說服韓國之後呢 第二戰 他來到了齊國 他用國力大小來告訴齊國國軍 張儀告訴他 秦國的國力就是比這齊國強啊 加上現在秦楚聯姻 韓國又獻上了遺養 而魏國則是獻出了河西 加上趙國獻出了閩詞 大家爭先尊封秦王 要是秦國和韓魏從南邊攻擊齊國 趙國跨越清河 那你這齊國一日就可以攻下來了 所以大王 我希望你能考慮清楚啊 聽到這 秦王該怎麼回答張儀呢 你都帶著一堆人想來群毆我了 我能跟你說什麼呢 所以 秦民王起身跟張儀說 哎呀 您說的對啊 我隱居在東海 都不知道天下大事 還好有先生您為我解說 我齊國呢 就按照您的意思 也遵奉秦國吧 其實齊敏王沒說出口的是 我齊國剛剛在蒲上之戰元氣大上 現在 您說什麼都好啦 只要不要來找我齊國麻煩就可以啦 反正這種事 又不是說不能翻臉不認人的 就這樣 張儀順利地說服齊國 表面上要尊奉秦國 離開齊國之後 張儀前往下一站 哪裡 趙國 趙儀打開天窗說兩話 直接告訴趙武林王說 趙國當初搞合眾了 讓秦國15年無法東出韓國關 這兩國結怨於身啊 你看這蘇琴 搞得最後幫燕國當間諜被齊國撤裂 當初趙國聽蘇琴建議共同抗擊這件事 我就不再多說了 您也知道 這不是正確的策略啊 我剛剛從齊國過來 齊國已經同意尊奉秦國了 這就等於趙國失去了右手 一個失去右手的趙國 要如何能與強大的秦國作戰啊 不瞞您說了 我家大王已經準備聯合韓魏齊四國公兆 事成之後 大家適分趙國的土地 大王 我勸您還是趕緊交出明慈這塊土地 來慧敬我家大王 表示您尊奉秦國的意思吧 看看能否說服他不要出兵 這才是對趙國安全的最佳策略啊 哇 這明慈趙國還沒答應交出來 張儀已經在齊國那邊先吹牛了 那趙武林王要是不答應怎麼辦呢 看來趙武林王好像也不能不答應 因為這時候趙國並沒有強大到足以跟四國對抗 所以趙武林王回答張儀說 先生 我跟您說齁 之前我趙國的確是被蘇秦給騙了 那您也知道我才剛剛即位 但是我馬上就發現齁 這與秦國為敵好像不對耶 所以我正準備去見秦王 沒想到這麼巧你就來了 您說的話都沒有錯 我趙國願意割地並且尊奉秦國 拿到趙國的同意之後呢 張儀再驅車前往這最後一站 哪一站 就這個剛剛差點被滅亡掉的燕國啊 來到這張儀不太需要跟他講道理 只要跟他講實力就可以了 他跟燕昭王說 你別以為趙國幫你登上國軍之位 趙國就會對你燕國好啊 你只要想一想 當初趙香子為了吞併待國 他是如何殺掉自己姐夫 你就知道趙國有多麼心狠手辣啊 現在趙王已經割讓名詞尊奉其王了 而趙國就像秦國的一個郡縣 若秦趙聯軍這異水長城 將不再是你燕國的土地啊 燕昭王一聽 怎麼說擺明就是在勒索的吧 不過形勢比人強啊 要是趙國真的讓出名詞 張儀剛剛說的事就很有可能發生 既然答不已 那就只能先裝孫子啊 所以燕昭王回覆張儀說 哎呀感謝先生赤教啊 我燕國也願意獻上橫山之尾五成啊 一尊奉秦國 到此為止 張儀終於完成他的連橫大祭啊 東方六國各自尊奉秦國啊 他徹底瓦解了合眾 正當他開心準備返回秦國的時候 一個清天霹靂的訊息突然傳到他的耳中啊 那就是秦惠文王秉鴻啦 不會吧 他靠山倒了 啊他人又在外面 這該怎麼辦呢 還能怎麼辦 趕緊快馬加兵趕回秦國啊 回到秦國 這太子當已經集位 是為秦武王 或是有稱為秦道武王的 這張儀雖然能延善道 但是說到底 還是因為秦惠文王挺他 不過這秦武王可不一樣啊 天神神力的他啊 非常討厭像張儀這種有嘴滑舌的人啊 對他來說 國土就是要一寸一寸 靠實力打下來的 這秦國又不是沒實力 幹嘛每天搞得像詐騙集團一樣 今天騙楚國一土 明天騙趙國一帝的 這哪來是什麼大國的作風啊 這秦武王看張儀不順眼 張儀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秦武王看他不順眼啊 所以回到秦國之後 他跟秦武王說 大王 我有件事想向您報告 這秦武王一聽 想說什麼 說啊 這張儀接著說 大王 我這次出使列國 我看得出來 秦武王很恨我張儀 一則是呢 我破壞齊楚聯盟 讓他吞不下燕國 二則 是我秦軍在鋪上大敗秦軍 導致秦國國力重創 現在 他又在我要挾之下 西面尊奉我秦國 我聽到的消息是 他曾經私下放話跟人家說 張儀在呢 他叫去攻打哪一國 啊 我是這麼想的 要是我去衛國 這秦武王 必定會出兵攻打衛國 一旦其衛交戰 雙方自顧不暇 這時候 我秦軍就可以攻打韓國的山川 並出韓國館 這樣就可以威懾周天子 比他交出九鼎 之後 我們在數落周天子的罪狀之後 來個俠天子一令天下 成為這天下真正的王 這才對秦國最有利的事啊 附帶一提 這周王城很漂亮耶 秦武王一聽 嗯 成為天下真正的王 還有這周王城很漂亮 哎 有點意思哦 哎 那張儀 那你的建議是什麼 張儀說 大王 你只要罷出我 然後將我趕去衛國就可以了 這秦武王原先就不喜歡張儀了 但不管怎麼說 張儀還算是前朝功臣嘛 他也不想一上台 就鬧個殺功臣的惡名 沒想到這時候張儀 竟然提出要他罷免他自己 哇 那他可開心了 於是他二話不說 立刻罷出張儀 並且用三十台車 好好地送張儀 以及衛章 離開著秦國了 那衛哀王會接納張儀嗎 幹嘛不接納 張儀可是他派去秦國的內印耶 這張儀在秦國的時候 秦國雖然也有攻打衛國 但是 已經算是手下留情了耶 這搞不好都是張儀幫忙的耶 或是說 張儀應該有跟他邀功吧 而且在上次齊軍攻打主招的時候 這秦軍可是有大力出兵救援啊 這張儀的工作應該算是做得不錯的啦 不過 真的跟張儀說的一樣 他這頭才剛剛接納張儀 沒想到 這另外一頭 才剛剛回過期來的齊國 也就是這齊敏王啊 還真的宣布要出兵攻打衛國耶 啊衛哀王一聽 沒那麼衰吧 你張儀一來我就被齊國打喔 這張儀告訴衛哀王說 大王你別擔心了啦 我只要找個人去齊國啊 跟齊敏王說幾句話 這齊國是不會來攻打衛國的啊 真的假的 你在齊國很能說 是因為有齊國這個很強的靠山耶 來到我衛國 就憑你這張嘴 你能變出個什麼東西啊 我很懷疑耶 那你就看看 齊敏王最後有沒有撤軍啊 登登 答案揭曉啦 齊敏王真的撤軍耶 哇有沒有那麼行啊 他真的說服齊敏王耶 啊這張儀是怎麼做到的啊 張儀在聽到齊國出兵的消息之後 他馬上找來這蜂喜啊 假扮是楚國人 然後呢 去面見這齊王啊 那見到齊王 該說什麼呢 不用任何計策 以及任何偽裝 這蜂喜呢 只是老老實實的 把之前張儀跟齊敏王說的話呢 一字不插的說一遍 給這齊敏王聽 這齊敏王一聽 有沒有搞錯啊 你張儀想故意引發我齊味的爭執 讓齊王去夾天子儀令天下 哇 那我要是出兵 不是等於幫你忙嗎 去 我才沒那麼傻去幫你這個忙耶 你齊國要去打韓國 那你就自己努力哦 我齊國可不想幫忙耶 就這樣齊國撤軍啊 哦 這未哀王可把張儀當作神啊 厲害 真的只靠一張嘴 就說服齊國撤軍耶 而一年之後 這個穿梭在列強之中 與蘇秦齊名的中橫家張儀 最後也低不過歲月的摧殘 走向他人生的終點 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啊 這同為中橫家的景春啊 曾對孟子說過 公孫眼張儀 岂不成大帳覆栽 一怒而諸侯聚 安居而天下息啊 意思就是 公孫眼跟張儀算是真男人啊 他們一生氣天下諸侯都會恐懼 而他們安居故里 這紛紛牢牢的天下呢 也就安靜下來了 不過孟子對此有不同的意見啊 他認為 所謂的真男人 也就是大丈夫啊 應該是富貴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威武不能屈啊 嗯 都很有道理 那就看你怎麼看這件事啊 就在張儀過世的同一年 這秦武王在秦國設立左右成像 並且以甘茂為左成像 蘇里吉為右成像 這可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成像這個關閒啊 而這個职稱呢 一直大約到了一千六百年之後 到明朝朱元璋的時候 才被廢除 這秦武王竟然是叫秦武王 要嘛就是很能打 要嘛就是功夫不錯 那他是屬於哪一種呢 他一上任之後 立刻重用勇士、烏獲、忍彼 還有夢說 據說這三人都是力大無窮的勇士 嗯 聽起來 這秦武王應該也是個功夫不錯 力大無窮的人吧 要不然 他怎麼會欣賞這些人呢 沒錯 他自己也是個力大無窮的勇士 嗯 聽到這 有沒有想起春秋時哪一個國軍跟他很像啊 沒錯 就是這個設立龍虎爵的七壯公啊 啊他倆的下場會不一樣嗎 那我們就接著聽吧 秦武王上任之後呢 在他趕走章魚去魏國之前啊 因為蜀國與義渠接連發生叛亂 所以呢 他先是讓甘茂率兵去平定蜀 徹底的將蜀國歸屬於秦國 再來 把這魏國的魏哀王請到臨近來 大家開個會 他先安定後方 接下來出兵攻打義渠啊 這一時之間還算威風啊 一天 這秦武王找來甘茂跟他說 欸 我曾經聽章魚說啊 這周天者王城非常的富麗堂皇欸 啊 我想說要是我能有機會去看一下 就算死也值得咧 甘茂一聽 哇塞 老闆都當著我面前許願了 我能不完成他嗎 這甘茂回答秦武王說 大王 若想要通過山川郡進入王城 那就必須先攻下韓國的遺養 這樣吧大王 你讓我先出示衛造兩國 我來負責說服他們共同出兵攻打韓國 秦武王一聽 漂亮 我就喜歡你這種人 廢話少 抓重點 說吧 你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甘茂說 大王 這要帶的伴手禮了 我來處理就好 不過這次我想多帶一個人一同秦王 秦王一聽 誰啊 甘茂回答他說 就是這相壽啊 這相壽 可是米八子的親戚啊 聽到這 親王想都不想的回答甘茂說 你想帶誰去就帶誰去啊 只要能拿下這山川就行了 就這樣 甘茂帶著相壽 前往說服衛造兩國出兵攻寒 灰塵的時候 他跟相壽說 相壽 你先回去告訴大王說 這衛國已經同意出兵了 但是 我希望大王先不要攻打這韓國啊 你就這樣說這樣說就可以了 要是這件事辦成了 之後所有的功勞都歸你啊 聽到這 這相壽實在沒有搞懂甘茂的意思啊 既然都已經說服衛國出兵了 卻又大王不要出兵 這是什麼意思啊 算了 反正這甘茂很上路啊 他說過要將功勞全部給我 我就照他的話去做就好了 這秦王一聽 衛國同意出兵啊 哇 那太好了 他趕緊去往這西郎 去迎接著甘茂 順便想搞清楚 他葫蘆里到底是賣什麼藥啊 來到西郎之後 秦王跟甘茂說 誒甘茂 你這人說話不是一直都很爽快的嗎 怎麼現在搞這一套啊 既然衛國都已經同意出兵了 你為什麼叫相壽來跟我說 你建議我們不要出兵啊 來 你說出你的道理來給我聽聽 甘茂說大王 這移陽呢 也就是我們現代河南的移陽啊 他雖然叫做個縣 但是他是個大縣啊 他集中了上黨 以及南洋兩處的物質以及病例啊 基本上已經可以算是個郡啊 我們如果真的要跨境千里攻打移陽 這場上將會是個硬仗啊 要是戰事發展不順利 您會百分之百支持我甘茂嗎 秦王一聽 廢話 是我派你去攻打移陽的 難道我會不挺你嗎 甘茂接著說 大王你別打得這麼快啊 你先讓我說的故事給您聽吧 您也知道 曾生是出了名的孝子吧 秦王點點頭 甘茂說 聽說有一次啊 有個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殺了人 而這曾生的鄰居呢 沒有搞清楚 只是聽到曾生殺人 他就跑去跟他媽媽說 哎呀糟糕啊 曾生殺人啊 這正在織布的曾生的媽媽 因為相信自己兒子曾生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呢 他繼續織布 理都不理這個人 但沒多久 又有人來說 糟糕啊 曾生殺人啊 他母親 依舊不理會 再過來 又有人來說 曾生殺人啊 我啊 這下他媽媽也開始懷疑了 他媽媽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 轉身離開啊 你想想看 人家說 知此沒落 連像曾生這樣閒的人 他媽媽都會因為別人說他壞話 而懷疑他 而我肝冒一來呢 沒有曾生的閒人 二來呢 大王你也不會像曾生他媽相信曾生那樣的相信我 還有啊 就這秦國朝中啊 會來說我閒話的人 恐怕還不只有三個 想想看啊 當初這岳陽攻打中山國啊 三明才攻下來 啊這當中有多少人說他閒話啊 如果當初沒有魏文侯對他百分之百的信賴與支持 將所有大臣誹謗他的信件都收起來 這岳陽能戰勝中山國嗎 所以岳陽最後對魏文侯說 戰勝中山國的其實是魏文侯啊 大王 我肝冒在秦國算是個外人 別的不說了 一旦戰事不順利 我敢說啊 這蘇里吉格公盛事啊 一定會到你這來嚼舌根的 到時候我怕大王你會相信他們的話 若是您信了 那就是等於大王您欺騙了魏王 這不好啊 秦武王一聽他回答說 不可能 你不信的話 我這就給你打個契約 我發誓攻打一陽一戰 直到我秦國戰勝之前 我秦武王都不會懷疑或者換掉你的 敢冒說 好 大王 有你這句話 我敢冒就能攻下一陽 就這樣 秦魏聯軍對韓國開始展開猛攻啦 但也正如敢冒所料 這一陽並不是可以輕輕鬆鬆攻下來的 這雙方交戰長達五個月 然而一陽卻是依舊固落金湯啊 而這時 咸陽城中 蘇里吉跟公孫氏對秦武王說 大王 我看這肝冒別有用心哦 要不然一個小小的一陽線 怎麼會打了五個月還拿不下來啊 大王 要不這樣 先把肝冒給撤回來吧 這兩個日裡也說夜夜講的 加上這蘇里吉又是個名將 這讓秦武王不得不開始懷疑肝冒了 最後 秦武王決定 嗯 還是召回肝冒吧 聽到秦武王的命令之後 肝冒立即請人 將秦武王之前在西郎的寺院 送去給他自己看 並且告訴秦武王 大王 這是您曾經發過的事啊 攻打一陽一戰 直到我秦國戰勝之前 您都不會懷疑或是換掉我肝冒的 看到這 秦武王想起來了 欸沒錯欸 我是有答應過肝冒欸 嗯 我可是個說話算話 定天立地的男子漢 要是我實驗 那不是成為天下的笑柄嗎 來啊 傳我命令 肝冒繼續領軍進攻一樣 並且派兵增援協助肝冒 一旁的封章建議秦武王說 大王 這一揚之戰拖得越久 韓國就越有可能聯合楚國來偷襲我秦國 我建議 我們將當初攻下楚國所得到的漢宗軍 歸還給楚國 這樣 楚國會因為貪得這漢宗軍的土地 而放棄以韓國聯手攻打我秦國的機會 一旦韓國勢丹利孤 我軍的勝算又可以多一分啊 秦王一聽 好 那就派你去處理這件事吧 就這樣 感冒的秦軍與魏國聯軍 最後共破一樣 戰殺韓軍六萬人 並且奪取五歲 在此見足成詞 戰後 韓湘王派出公眾詞 也就是我們之前說韓宣輝王時代 主張與秦國友好那位公眾啊 他派公眾詞到秦國請求停戰 嗯 這招要學起來 這效果就是要保持彈性 這國軍下面有清齊派的 也有清秦派的 更有清楚派的 這樣 一旦有事 就可以依據不同的需求 而派出適合的使者 調整對外的策略啊 也不至於全部壓寶一家 可以避免大哥們突然變臉的風險 這秦武王在接受韓國請貧的邀請之後 哈哈 他這下開心啦 他開心的不是公下一樣 而是 他終於可以去周天子王城觀光啦 這秦武王派蘇里吉呢 先率領百勝兵車前去凱路 而這周乃王一聽 秦武王要來啊 他趕緊派出士兵列隊歡迎啊 搞得好像是秦武王才是天下共主一樣 這秦武王跟周乃王說 嗯 這王城的確跟張毅說的一樣 非常的富利堂王耶 哦 對了 我聽說您有九個頂啊 那是從大禹時代留下來的 可以讓我參觀參觀看嗎 能說不行嗎 你是有帶兵來的 說不行 你會不會就動傢伙啦 所謂行事比人強 這周乃王就算再不願意 也只能無奈同意秦武王這個無力的要求啊 來到九頂之前 秦武王一看 呦吼吼吼 這頂看起來很有分量耶 但是就是不知道有多重啊 這一旁的夢說說 舉舉看就知道啦 蘇利吉一聽 舉頂 你開什麼玩笑啊 別說這頂太重舉不起來 就算舉起來 要是一個不小心失手 會被壓死的吧 夢說你在那裡胡說個什麼東西啊 這夢說回答蘇利吉說 丞相 我可沒開玩笑啊 我相信我可以讓這個頂舉起來 沒問題的 秦武王一聽 好啊 那我們就來比賽看看 看誰能舉起這龍蚊刺頂 聽到這 這仁比跟蘇利吉啊 趕緊向秦武王打消這個念頭啊 但身為一個大力士 你覺得秦武王會放棄這個挑戰他實力的機會嗎 當然不會啊 所以他跟蘇利吉說 你緊張什麼 沒事啊 就玩一玩而已啊 這身為主人的周南王一聽 你開什麼玩笑啊 這九頂可是我周朝的全國寶器 不是玩具耶 你們兩個瘋子 竟然到我這裡來發瘋 不行 我得阻止這兩個人 這時 一旁的大臣呢 卻小小聲的跟周南王說 大王 您就讓他舉吧 這九頂呢 每個都有千軍之中 要嘛 他舉不起來自討明去 要嘛 就算他舉起來 武漢這個頂呢 壓都能把他壓死了 那不正好順便教訓一下這些自不量力的傢伙 周南王一聽 欸也對吼 那就讓他自己出醜 省得我出手教訓啊 那這千軍到底是有多重啊 有一說是 大約是現在六噸或是七噸多了 喔我的老天啊 那不就是三四台小轎車 或是說私家車的重量了嗎 瘋了吧這兩人 沒錯 這兩人就是瘋子 這夢說走上前來說 大王 讓我先來 接著 他雙手握著這龍蚊刺鼎 預備 一 二 三 一 呀 哇賽 這夢說真的將這頂給舉起來了 這一旁周南王一看 他眼珠子差點爆出來了 不會吧怪物啊 真的能舉起來喲 不過還是抬了起來啊 但是這夢說呢 只能支持一下 他就將這個頂給放下來了 這一旁的秦王看著笑著說 欸欸 換我試試看吧 這時 蘇里吉跟仁秉呢 再次上前勸阻他說 大王不行啊 這太危險了 這秦王怎麼可能聽他兩人勸啊 他回頭一句 去 難道你們倆 認為我的力量沒有夢說大嗎 接下來 他用力一舉 咦呀 哇 真的假的 他也舉起來了 為了證明自己比夢說強 他決定 他要抬著這個頂 走個幾步 好顯示他自己的威風 然而 這步伐才剛剛邁開 秦王突然雙手無力 而這頂呢 就將無預警的掉了下來 當場砸斷了他的腳 一旁的蘇里吉看到這狀況呢 他嚇到了趕緊上前救下這秦王 但一今晚啊 這嚴重岔道氣 加上血流不止 這秦王在被救下去之後 已經奄奄一息 看來就算是神醫在世 也怕是無力回天啊 不會吧 秦王會狠死在王城嗎 那秦國的政局 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嗎 這會給秦國 帶來什麼樣的變局呢 這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要麻煩您記得動動你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點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喔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頂層階級的思考邏輯以及做法方式 我們就有機會改變自己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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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